我們的由來 還有我們等一下這個禮節的程序 也跟大家做個報告 首先我們各位先看一下 我們這邊供奉有三尊的仙佛 中間這一尊是南臺虎佛 右手邊這一尊是開臺尊王 正成功大仙 左邊這一尊就是福德正神 這福德正神就是指我們光會 光會這一塊寶地 這一塊地的福德正神 剛剛各位可能這邊有一個地方 可能會比較不清楚 就是守護真君 我們也來介紹一下 剛剛有介紹好這三尊仙佛 我們這個佛堂的由來 因由就是從我們開臺諸王 正成功大仙這邊的因由 我們來簡介一下 各位前衛我們都知道 鄭成功大仙他是明末清初民族英雄 那因為反清復民 所以就來臺灣這邊 打算以臺灣為反清復民基地 那個時候是荷蘭人佔據臺灣的 所以後來他們就擊退荷蘭人 把荷蘭人趕回去荷蘭 那收復臺灣 那收復臺灣之後就建設臺灣 教化百姓 那教化百姓建設臺灣有功 所以呢 柯西亞這個正成功大仙他就 就是一年早逝 一年早逝 或者看那個歷史好像 三十九歲 三十九歲 三十九歲就成道歸空了 這比較早 成道歸空以後 上天中天玉皇大帝 因為他那時候沒求道 就封為七天神 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開台尊王 七天神 當然我們都知道 七天神雖然有國位 但是畢竟沒有得到明師之典 香火時間到了這個 還是要落入輪迴 所以都積極尋找有緣人 希望可以得到 這個當代明師的指典 那英遠成熟 就在這個民國五十九年 在民國五十九年 開台尊王有一位 他的技仙 姓鄭 鄭兄 這位鄭兄 他剛好英遠成熟 有銀寶師就度他求道 在民國五十九年 那一年的這個 農曆過年的法會 就到我們二水佔修宮 去開法會 在二水佔修宮 那開法會過程當中 因為英遠成熟 開台尊王就借俏 不是借我們的三才 是借他的俏手 他的技仙 就是那一位正兄 就借他 然後就 就來跟大家 慈悲鼓勵 開示 那個訊文都還在 那個訊文 戰修宮那邊都還有 當時也跟大家 鼓勵很多 開台尊王有講他的 三世因果 三世因果 就是他的前一世 這一次 跟後來他又有投胎轉世 總之就是有他的因緣 但是最終當然還是 鼓勵大家要把握 這個三奇普度的家園 還有就是希望 表達希望有機緣可以求到 剛好老前仁 那時候老前仁是主班 大家就請示老前仁 老前仁慈悲說 這個氣天神求道 是非同小可 不是輕易可以完成的 這個當然一定要有條件 而且還要 最後還要請示南極老先翁 所以老前仁就沒有馬上答應 老前仁說了一句說 這個氣天神求道非同小可 是不是可以請尊王發願 先渡一萬人以四成億 就要求到要先渡多少 先渡一萬人 以表示表示真誠 所以開台尊王她就 那個時候就發願 他發願要渡四萬人 要渡四萬 那當然四萬 這個 當然他有一定的期限 不過如果說從那個時候 五十九年到現在 尊王渡的眾生應該不只四萬人 應該超過了 後來就是在民國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就 就摺起兩成其日 那個時間點後也就沒有去記了 那可能還要再查 查看當時有沒有記錄 就在我們發一從德道場 就順利的求了道 所以求了道之後 等於說開台尊王 就是我們從德的道親 所以他有發一個願 就是要永久護持從德道場 這是他發的一個願 這個是民國六十年代的事情 這中間還有個插曲 就是 諸王不是發願要渡萬人嗎 那怎麼渡人 那時候西口開園店也還沒看 那時候就是在大甲鐵沾山那邊 如果各位有聽早期前行有講過 大概在民國五十九年開始 開台諸王就在大甲鐵沾山那邊 那邊那沒有廟喔 後來聽光輝謝坤的謝鐵沾山有講過 他說那時候他還念逢甲大學 他們都騎摩托車去大甲鐵沾山 就是搭那個帳篷 搭帳篷就在地下辦書 就是替重生解決疑難雜生 當然最重要是渡人 那邊有很多顯化 然後有著作一本 一本善書聯訓叫做勸化聯吟 那本有些前點可能現在還找得到 有一本書叫勸化聯吟 就是那時候批的 那個也是一段顯化 一段顯化 當然為什麼會選在鐵沾山 這個各位去查歷史就知道 當時鄭成功 他來台灣的時候 曾經駐軍在大甲鐵沾山 那邊跟他也是有一段因緣 有那個因緣 各位可能聽過那個例子 因為沒有水 後來他就把他的寶劍插到那個地上 一個特定一個地方 結果拔起來之後 那個水就冒出來了 據說那個現在都還有流 那邊當時的那些古蹟都有流著 這中間有一段因緣 那後來就講到這個六十年代 尊王就發願要護子聰的道場 那我們這塊地 各位我們這塊地是民國七十八年 我們曾老先生 他發心獻給我們前人 要蓋這個興建大物中心 那從這塊地開始興建之後 開始動土 要興建大物中心之後 尊王其實他就來這邊給我們護子 那時候我們有請去開園店 請一尊金星 尊王的金星 有請回來我們這邊來鎮守 因為那時候都還 連大廟都還沒蓋 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地方可以供奉 就是簡單 蓋一個類似像公寮這樣 就供奉在我們大概在我們光會前面這一帶 因為那時候就兩個小建築 一個就是一個小公寮 就是我們光會的總工程師 江典禪師 他就住在公寮 另外蓋一個小房子 就供奉開來祖母 就庇佑我們這邊一切順利 因為我們這一塊地是寶地 或許也順便介紹 我們這支山 這支山叫做 現在叫做虎山 也叫做大虎山 也叫中心山 它很多名字 更早以前也叫做麒麟山 那這座山的 它的地勢 遠遠 這個要遠看才看得出來 它就像一頭老虎一樣 所以才會叫做虎山 老虎當然是有分前後 對不對 從這邊開始看 我們光會這個地方就是虎頭 我們就是虎頭 再過去一點 虎後心 虎的身體 虎的肚子就是雷障寺 雷障寺那邊就是老虎的肚子 再過去還有一間廟 就是十九龍柱廟 那個就是老虎的尾巴 所以剛好三間大廟 剛好站到了三個位置 所以這個都有地理的 當然人家說獨佔凹頭 我們是獨佔虎頭 這虎頭應該是地理 應該是最好的 清朝地理誌 其實這個清朝就記得 清朝地理誌就寫說 大地生在虎頭山 就這塊塊嘛 然後門虎油缸 非等弦 就我們這塊地啊 第四很好 然後牛角嶺報作暗堂 我們對面 我們正對面那個就是八廣山 對面那一句 那我們這一段叫做牛角嶺 五港娘 牛角嶺報作暗堂這樣子 暗堂 然後呢 最後一句就是 貴至王侯萬人參 就如果你能夠得到這一塊地 你家族會興旺 會貴至王侯萬人參 那就等於是以前的宰相了 對不對 就他大概就是現在行政院長 所以如果曾老先生 他這一塊地留著自己用 他們家族應該就是非常興旺 但是他很有智慧 他沒有留著自己用 他把它獻給全人 全人說他這個是 這個是福慧 福慧並進 真的是很有福氣 所以 所以呢 我們從德 就得到這一塊寶地 這一塊地 我們還沒有興建之前 就有很多看不到的 那個是看不到 人家俗稱人氣 就有很多在這邊修煉 我們是看不到 所以呢 你如果沒有經過溝通的話 真的要動這一塊地 可能是有困難 那個時候 或者印象中 比如說這邊停車場在興建的時候 就是 都會遇到一些 比如說挖土機 要進來開挖 都好好的 開進來就不能動了 開出去又好 開進來又不能動了 就是他都不讓你挖 這是我修煉的地方 怎麼可以讓你挖 那你又看不到他 怎麼辦呢 只好請尊王來 來跟他們溝通 後來溝通結果怎麼樣呢 就是 後來尊王就跟他們溝通 溝通結果就是說 如果願意的 就收編為開台尊王的部將 收編為部將 就跟著他來修 如果不願意的 他就幫他們另外 另外再找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讓他們去修煉 這個地方呢 就讓出來 給我們興建道務中心 這樣溝通完之後 而且每年都還要辦普渡 都還要辦普渡 反正就照尊王的指示 看他應該怎麼做 然後呢 這樣才 動土 這樣才很順利 就是慢慢 就十年興建 就七十八年 洞土 八十八年 就落成了 落成之後 八十八年 三月二十一號 落成嘛 落成之後 我們就把 諸王的神像啊 就請回去了 就想說 就完成了嘛 那個公了也拆掉了 拜拜的那個地方也拆掉了 就是這邊都沒有了 就請回去 結果沒想到過半年就怎麼樣 就把他九二一了 九二一的時候 就在這個正前方 各位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如果那時候有人 就我們的正前方 做一座山出來 就這個地方做一座山 就那個斷層帶啊 從南開割大 那個斷層帶啊 就走過我們前面 從這裡延伸到中興新村 好像走過去 因為我們在平面 看不出來他的走向啊 後來政府有 有那個空拍嘛 空照圖 一看 他從南開割大 他應該照理說就是有個 就是他有個走向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走到我們 關會前面這裡啊 他就偏 偏三十度啊 就是有點類似像 繞過去一樣 繞過我們關會 然後再從那邊出去 加持按照他原來的那個走勢啊 應該就是會經過我們 佛定廣場那邊 那個就很難處理了 所以他是經過這個地方 斷層帶從這裡走過去 按你說 當然主體建築是 是完好 沒有什麼損傷 但其實我們關會多少 還是受921影響是蠻大 因為這邊 那邊地是跑掉了嘛 所以我們整個就跑掉了 就是我們的禮堂喔 跟我們的佛定廣場 其實他是兩棋建築啊 中間 921之後他就拉開 我們這個禮堂就整個往前跑 整個往前跑 所以各位 現在進去我們關會禮堂 各位可能感覺有寫寫的對不對 我們整個禮堂是 本來是這樣他就往前傾 他就跑掉 中間就拉開了 就是在我們那個階梯要上去跟廣場交接 大概拉開86公分 86公分 86公分 等一下各位上去看就看到 你從旁邊牆壁看就看到補起來 他那個整個拉開是 就像地裂開一樣看不到底 看不到底 剛好還好他是剛好在禮堂跟主建築交接 就是兩個建築之間拉開的 所以就拉開了一條縫 後來就把它整個就補起來這樣 這個是也是個因緣讓大家也了解一下 所以921之後大家覺得說 這樣子還是要把珠瑪請回來比較平安 所以就再去把珠瑪請回來 然後那個時候回來的時候 珠瑪又有帶一隻令旗回來 就這一隻拉 這代表什麼 就是那個五營兵將 就是代表珠瑪有號令五營兵將來 正守在我們光會 五營就是這個東西南北中 五營 其實我們從德扁那邊好像之前也有 現在有 我也記得也有 那個是後來我們這邊是比較早 我們這邊就是88年就請回來了 就921之後就又請 請回來之後 當然你也第一個 可能我們帶來再次 第一個可能也好像 他供奉在佛殿好像也不是很 跟他跟我們道場沒什麼好 你總是要有一間佛堂 你也不能再蓋個宮廟 蓋個宮廟太像廟效 所以就請示尊王就蓋在這裡 蓋在這個門口 來給我們定心 所以像這樣的格局 這個也是請示尊王蓋的 就是說不用蓋很大間 就是大概像這樣的格局就可以 蓋好之後就把金針請回來 然後尊王很慈悲就他很謙虛 他就說本來 因為這邊本來是要供奉尊王的 應該就是尊王在中尊 但是尊王很慈悲他就說 我們來恭請南海古佛來做證好了 來解中尊 所以他老指示就是 就把南海古佛請在中尊 他就做第二位 那我們也把福德正神也請過來 不然你還要另外再去蓋一間福德正神廟 就都請在一起就好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然後呢 也同樣也是在八十八年 因為有事要請示尊王 有一次請示尊王 他就報佛號 結果報的不是開臺尊王 報的佛號是守護真君 因為那時候已經求過道了 所以報的這個是現天佛號 就是奉母子的守護真君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原來老母慈悲 因為開臺尊王護佑道場有功 護持道場有功 所以老母慈悲封為守護真君 這個現天國位 所以這個守護真君就是開臺尊王 就是同一個本靈 同一尊本靈 當然因為我們是現天道場 我們待會這個磕頭的時候 我們就以這個守護真君 這個佛號火味來磕頭就可以 就不用在另外一刻那個 開臺尊王的部分 因為他們是同一尊本靈 這個姻緣也跟大家做的介紹 這樣我們大家就比較清楚 為什麼大物中心前面還有一間廟 因為一般的我們這些大廟 好像都沒有這樣的配置 然後日後我們如果說進出大物中心 進過的時候 進過的時候 你是不用特別拜拜 你開車我就這樣拜 你就先注目你就好了 注目你 知道說守護真君 帶著這個五營的兵將 正守帶我們光會 另外還有我們負責正神 他也是盡忠職守 可能顧這堆堆 所以下午剛剛有報告 下午大概一點半兩點左右 我們光會的崔施主 會準備一桌十道菜 就是犒賞 犒賞這個五營的天兵天將 這部分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因為他是勞苦功高 長年應該說全年無休 就是正守在我們光會 以上就是簡單跟大家做個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